大家好,我是一球,商业率25k和45k的促销卡包 美国大联盟的阵容基础在任务底下也刷新了 线上比赛奖励的是这张84的右边后卫,速度还是很快的,92 现在下Squad Battle和Rival奖励三张卡,游戏也是90多天 还出了一张殷熙涅的活动卡,87的总评 成本只要3万多,限制一套84,包含一张黑卡就可以了 它还可以打影风,它是双四星,现在效力在美国大联盟多伦多 主角右脚163的身高,高中的心态,身体模型应该是它自己的 它有外脚背射门,Flyer和搓射的特技,速度有90,控球有86 反应和沉着低一点,射门85,耐力84 Inception说这张卡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做出来当这个超级替补也是非常不错的 化学的话,它觉得上一张终结者会好一点 加强射门还有控球 这张卡的射门啊,AI的跑动啊,控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缺点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身体 再有就是沉着低一点 另外还有梅西拿到了上个月的月最佳 92的一个前腰 成本在80多万 最贵需要先击套88 这张卡和其他两张卡的区别就是增加了它这个前腰的位置 除此之外,数据上差的倒不是太多 基本上就是各加一点 当然了,它这张欧冠卡可能还会再继续升级 而双四星主意角左脚 滴滴的心态,身体模型就是它自己的 它的控球啊,射门啊,还都是非常突出的 Inception说,它觉得这张卡挺好的 变了位置之后呢,组阵容更容易,再有就是一手卡嘛 它觉得这个滴滴的心态不是任何问题 打前腰的话不影响 那我觉得还是稍有点贵啊 和它那张闪金的数值区别不大嘛 开场之后变阵型也很容易嘛 大家还是根据各自情况吧 周四也有大比拼 整体要求和以往差不多 群组奖励是一个闪卡球员包 12个球员,金银各半 最后商店里还更新了一个万圣节主题的礼包吧 包含队服啊,各种球场的装饰品 当然也可以分开买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好了,就是以上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